好地 为什么要做这个视频呢 因为最近催更的人特别多 发私信呢 然后在评论里 那我就做一个 先给大家解解渴 那主要的内容呢 就是最近很多人问很多问题嘛 然后我就收集了一下 就在这边给大家解答一下 那问最多的就是这个 什么时候更新啊 因为呢 我的本职工作不是摄影师 我是有其他的工作的 所以说 我平时出去拍摄的频率呢 也是不固定的 那做视频的频率呢 也是不固定的 所以说不一定什么时候会更新 这个大家不要期待 我像别人那种全职的 就是一定要什么时候 比如说每一周 要更新几次的那种 是不可能的 大家要求不要太高 但是我可以保证给大家一些 比较有用的内容 那有人问 为什么没有微博呀 那你微博是什么呀 我不玩微博 因为我觉得很麻烦 反正就是自己做的玩呗 然后 而且我的视频是只传到bilibili上 主要是因为bilibili没有广告 大家看起来比较开心 而且这边年轻人比较多嘛 高兴一点 你像优酷啊 或者什么那些杂吉杂巴的人特别多 所以说就不想往上传 而且不懂的人很多 没什么意思 所以说不要再问我有没有微博了 你就关注我bilibili的频道就可以了 还有人问我用什么拍的 还有用什么剪辑的 拍的话 我现在 我之前是用那个 GoPro 4 Black 挂在胸口的嘛 然后后来发现 就有些高低角度不是特别好 为了挂在头上 我试过挂在头上一次 因为那个GoPro Black 它有点大 然后又买了一个GoPro Session 就是比较小 而且反正效果还不错 最近几期都是用GoPro Session 挂在头上拍的 基本上屏幕都可以拍到 而且它也有这个4比3的视角 就是它的高度的视野会比较宽一点 而且还有那个Super View 所以说它其实视野是非常好的 基本上操作都能看得到 那我有几个视频 是用那个索尼的那个AS20 后来我发现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相机它没有Time Code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拍的 什么时候结束 为什么要需要这个功能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我拍摄的时候 我会把在按快门那一瞬间的 这个照片给大家显示出来 不可能就是几十张照片 我每一张照片都要去找 是什么时候拍的 我是有写一个东西 它可以自动根据拍摄的时间 来算这个时间 自动把这个照片给加上去的 而且有这个AXF这些数据的话 比如说快门多少光圈多少 它也是自动加上去的 所以说比较方便 就后面一直用GoPro 之后有空会给大家 专门做一期这个GoPro 和这个运动相机的东西 剪辑呢 因为我用的是Mac嘛 剪辑用的是Apple的FinderCut 还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FinderCut它是可以导出XML 然后这个XML我可以操作一些数据 就是工作流的速度会快一点 就觉得比较用起来比较方便 而且它可以和那个Motion结合起来 然后就是做字幕啊 然后做一些特效啊 都会比较方便 还有人问 为什么没有字幕啊 问题是 我这么标准的普通话 你们都听不明白吗 对吧 还需要字幕啊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对不对 大家都说普通话 除非你是外国有的 而且我觉得我讲的还挺清楚的 每次就打这个字幕很麻烦 还得自己捋一遍 基本上你要知道 这个FinderCut打字幕的话 特别麻烦 所以说我就懒得弄 我剪视频就已经很麻烦了 电脑 有人问我 电脑什么配置 我现在用的是 就是Mac嘛 然后是 应该是2013年底的 那个15寸的 Retina的MacBook Pro 16G的 然后512G的SSD 就是也算是比较老了 现在多少几年了 三四年 三年吧 我觉得 因为我看最近几代 这个Mac 它的这个性能提升 好像不是很大 所以说 暂时没有感觉要升级的必要 而且我平时用起来 没有感觉特别卡顿啊 或者是性能不好的情况 所以说暂时不打算升吧 还有一个问 你为什么不做开箱啊 我个人觉得开箱的视频 是应该是最没有意义的吧 就是我觉得开箱视频很没技术含量 而且没有什么内容 你要谁谁都可以开箱对吧 B站上不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斯沃 什么斯沃齐 还是什么米奇 米奇哥是不是 那个做那些没营养的 开箱的视频 对吧 而且你可以看它 尤其是关于相机的视频 基本上都是不懂行的 完全不懂相机的 就是在那开箱 嘚嘚嘚嘚 说这些有的没的 就是忽悠一些 不懂行的人还可以 但是你要说 真正对这个相机感兴趣的人 或者是对声音感兴趣的人 看它那节目 但是没什么营养 也没有什么提升主要是 因为我们毕竟做节目的话 还是想要学点东西 对吧 看它那个东西 啥东西也学不到 所以说我觉得 没必要做这些开箱之类的 没什么意义 还有人问 拍摄的时候 为什么不用相机的肩带 就是盒子里头送的一个袋子 然后可以绑到相机上 我觉得就是用起来不方便 因为我出门经常会带好几个相机 你有个相机带 在这个相机上很麻烦 你换相机的时候 也特别不是很快不舒服 而且你塞到这个包里面 还占空间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我个人是没有说 比如说拿相机摔到过地上了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拿相机 或者拿手机会摔到地上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拿自己拿东西 拿手机 拿相机 从来没有说摔到过地上 我觉得我手拿的还是挺稳的 所以我觉得没必要 用这些肩带子的东西 厂商有没有给钱 之前有人问 厂商肯定是没有给钱的 我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好 我才宣传的 比如说虽然我是个主要用索尼的人 但是我觉得加能的机器还是不错的 那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 这边是有用 尼康 为什么没有尼康的相机 没有富士 奥林巴斯和莱卡的 一个是尼康的 因为我个人又是有拍视频的需求的 尼康在视频这方面是非常弱的 所以我当时为什么从尼康换到索尼 就是因为索尼的拍摄视频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包括尼康近两年发布的东西 他最近也没有发什么东西 而且像DR那一系列的一英寸的机器 到现在还发货发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尼康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最近什么第3400第5600对吧 这些机器地铁上广告打得很厉害 但是这机器就是挤牙膏 现在轮着尼康挤牙膏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讲 我觉得从应用性 包括这个系统 现在跟加能80D70D比 还是稍微有点差 因为现在发展频和触摸频确实比较重要 你用LiveView模式对焦的速度 尼康真的是非常慢 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做 富士我觉得这个机器不是很划算 就是外观档可能会用的比较多 而且比较贵 也没有什么必要做 奥林巴斯我就觉得菜单用起来不方便 虽然说机器很不错 但是我觉得可能松下更适合我 因为我可能拍视频拍的比较多 然后我觉得松下的系统反应比较快 那个触摸屏用起来比较舒服 所以说奥林巴斯就做的比较少了 莱卡 同志们我这穷的人买得起莱卡吗 对吧 所以说不要问莱卡的事情 之后的视频的一些计划 因为有些人有要求说 看一些比如摄影基础 那光圈快门 那些门外汉不懂的东西 以后可能会做一下 构图光线这些之后都会做 但是因为我现在上班还是比较忙的 所以说这些东西虽然是在日程上面 但是没有安排时间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太期待 闪光灯的话我会抽空 会给大家讲一下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大部分连摄影基础的人都没掌握住 还要学闪光灯实在是有点自不量力 这个真的不是贬低 这是真的就是因为你的摄影基础如果不太懂的话 你就去直接用闪光灯 其实你不太懂闪光灯它到底是里头原理是怎么样的 所以说其实也用不明白 你知道我已经不止一次看到过那种外面的机身顶上挂一个闪光灯 然后在晚上露天晚上在外面 然后把闪光灯往天上打的这种傻逼 对吧 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把闪光灯往天上打 对吧 在露天天上又没有任何反光的东西 他把闪光灯往天上打这种傻逼你知道吧 所以说我个人建议是基础学好以后再看闪光灯 闪光灯这个东西我可能就是 我怕我讲了讲完以后大家都听不懂 对吧 就是因为摄影基础不是很牢靠 好了我就差不多吧 满足一下大家最近这个空虚的内心 填补一下你们 让你们充实一些 我最近没有更新是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是我买了一台佳能的EOS M5 面相偏专业的一个微单相机 做了几期但是还没有剪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还有呢就是因为小蚁公司 对他们找上我了 就是看到我之前的吐槽的视频 他们感觉着有一点伤心 因为他们后来更新那些固件嘛 说是有那所以就跟我协商给我发了 重新发了一台让我重新做一下 我到时候会比较一下 像A5100啊 或者是EOS M3啊 或者送下来的机器啊 像这些接近价位的相机 所以说工程还是挺大的 所以呢大家就是慢慢等吧 好 背景音乐也正好没有了 就差不多就这些吧 就差不多就这些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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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